黃埔軍魂 軍隊中這麼多鬼故事裡 流傳在金門的兩個鬼故事 是唯一不讓我害怕 而且還讓我很感動 一個是抗日名將吉星文將軍 另一個是李光泉將軍的傳說 吉星文將軍是在金防部當副司令的時候 陣亡在823炮戰 炮戰結束的第三年 一天深夜 有一個少校開著吉卜車去查哨 當車開到中央公路的時候 突然路邊有人攔車 在微弱的防空燈下 少校把車停一下 一看是個軍官 可是在黑暗中 看不清楚他的臉 攔車的軍官所扶在打風玻璃上 靠近開車的少校 少校看到名牌 嚇著頭皮發麻 一陣冷汗 名牌上清聽出了個血 吉星文 他立刻踩了右門衝了回去 向上級報告這件事情 上級立刻決定要舉辦法會 據說是金門有史以來最大的法會 紙錢連續燒了三天三夜 紙錢連續燒了三天三夜 只是不知道在地下的軍魂收到了沒有 李光潔將軍 當地的百姓為了懷念他就蓋了一座李將軍廟 在金門只要是任何大的演習 部隊都一定要去祭拜 以求平安 李將軍廟的四周都是高粱田 一公里外有個村莊 從李將軍廟到村莊 有一條蓋在地下的戰備道 看通往村莊的路是呈水平方向 有一次金門舉行演習 出發前趙立部隊開到李將軍廟前面祭拜 在儀式中突然起了一陣風 把一面銀棋給吹斷了 初大的棋竿竟然能吹斷 部隊立刻請軍人回 結果是說這個營最好不要參加這次的演習 否則一定有人上門 營港是個虔誠的基督徒 本來就不相信燒香敗過的事情 所以還是要參加演習 他就叫部隊準備出發 並且把折斷的棋竿給重換了一根 結果才新換上的棋令 竟然也撞斷了 這一連串的不祥預兆 搞得全營的弟兄都覺得害怕和不安 但是軍令如山 部隊還是出發 當天晚上 這一營弟兄就駐紮在戰備道上 到了夜裡十二點多 警戒的衛兵突然看到有三個人走過來 站住 口令誰 衛兵就很大聲 這時候三個人正在他面前 衛兵一看 是個將軍 還帶兩個隨從 立刻把槍端好 長官好 請問長官 講到這裡 衛兵看見將軍的名牌 驚訝的說不出話來 名牌上的名字 竟然是李光潛 將軍說 你不認識我們沒關係 反正 我們是站在黨的邊 衛兵就對李將軍的鬼魂說 報告長官 要不要我請我們營長來見您 不用了 你帶個口信給營長 請他看整頭下方 說完就走了 在他消失以前 還指著戰備道的方向說了四個字 好字 衛兵立刻跑到營長的帳篷叫醒了營長 報告剛才發生的怪事 營長聽了以後 認為是這個衛兵在說謊 從旗桿斷了以後 每個人都心不在焉 你還敢來向我報告說有鬼 營長氣的想把這個兵送軍防 衛兵慌得苦苦愛求營長 一定要看枕頭 營長經不住衛兵的哀求 就轉過去看枕頭 結果枕頭套竟然被拉開 而上面有一張斷裂的很整齊的舊地圖 把地圖拼好來看 上面畫的就是部隊現在住的地方 可是 這是什麼意思呢 營長這時候就有點相信衛兵的話 叫衛兵回去以後 千萬不能宣傳這件事 衛兵走了以後 營長一直睡不著 3點15分 突然覺得地震 接著是一堆人吵鬧的聲音 營長立刻衝出帳篷 看見那條被封閉的戰備道 竟然塌了 所以在上面的兵 全部掉進倒塌的戰備道裡 現場一片救援聲 和受傷人員的哀叫聲 非常淒慘 出示現場一直清理到第二天下 才算告一個段落 死亡士兵的人數 竟然有一百多人 相當於一個臉 身為黃埔人 此為黃埔魂 但願兩位將軍的英靈不滅 永遠保佑所有的軍人 在這裡 人數不滅 封閉 封閉 感谢观看